结合静态照片和修复影片 带领民众一同踏入时光隧道 2020高雄电影节将于16日正式开幕 日前举办时光港都高雄港印象记忆特展开幕 作为高雄100系列活动的首场造势 结合静态照片修复影片与AR互动科技 带领民众踏入时光隧道 这次我们的时光港都特展 其实是透过台南艺术大学的协助修复 以及台史博把原件提供给我们 在展览的一开始是一个南京台湾的高雄州的部分 它是1904年的珍贵的影像 在中间的影像其实是1987年到2007年的港湾特展 这个长名特展其实是由中山大学 以及民间的文史工作者提供了大概130笔的长名庶民的影像 那我们把它剪成25分钟的短片以及其他的展物 这个展的第三个部分呢其实是由港湾序区 现在的纪录片的拍摄在港湾的摆态 那藉由饮水人这样的一个职业 让大家可以看得到 尤其是不同性别的女性的饮水人 在船上工作的情境 那最后呢其实我们是结合了一个AR数位科技的 经期对比的系统 这由历史的重现以及科技的技术 十方新闻 黄慧如萧瑞峰高雄采访 这个视频的报道 谢谢大家